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來到卡路里農場的時間 雖然現在的天氣仍然有點冷 但不要忘記夏天很快就來了 意味著大衣就不能再遮蓋你的脂肪了 所以大家都是時候要面對減肥這件事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一個減肥的食譜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蔬菜麵 但這個蔬菜麵其實不是普通的麵 是由脆肉瓜和紅蘿蔔去做的 醬汁就是牛油果和檸檬 還有這個Piccan就是碧根果仁 這個蔬菜麵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但不要忘記 這件事裡面其實完全沒有碳水化合物 就是平時吃Piccan的意粉和麵 其實就是你自肥的原因 今天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但吃起來又怎麼可以騙到自己 在吃意粉呢 現在就告訴你了 第一件事,我們開了平底鍋 然後把果仁倒進去 先用白鑊烘香 什麼叫白鑊呢? 就是不下油的情況下 將它一邊用一個慢火 一邊慢慢把它烘到它有香味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的 大家知道了,瘦身的敵人呢 就是糖分和澱粉質 澱粉質就是來自我們平時吃的白飯 意粉那些其實肥到爆炸的 但是怎麼可以騙到自己 在吃意粉 但其實又不是意粉呢 就是靠它了 這個是脆肉瓜 這個是紅蘿蔔 我們就用一些廚房小工具 就可以把它刨成為一個 意粉狀的物體了 當然,如果你沒有這個玩具 你可以用手切,你要一些毅力 又或者你可以用平時刨蘿蔔絲的刨 但是它刨不到這麼漂亮 待會兒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好,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洗乾淨了那個脆肉瓜 和紅蘿蔔 我們就把它切定一點 然後呢 神奇的事情現在就會發生了 然後呢 刨了出來的蔬菜絲呢 其實你看看,樣子已經很像麵一樣 那由於它的操作方法呢 就是一邊捲一邊捲一邊捲 所以其實它是一條很長很長的絲 所以呢 其實呢 你最好吃的時候呢 就要用剪刀在裡面 隨便剪兩三下 這樣呢 就會令到它變成斷了的意粉了 那我們煮一大煲滾水 煮蔬菜有什麼秘技呢 其實就是要水夠滾 而且一定要加鹽 鹽呢 就不少得的 因為其實煮完之後 鹽呢 可以令到綠色的蔬菜更加綠 另外有顏色的蔬菜 就可以令到顏色保持在裡面 好了,水滾了下水鹽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些蔬菜麵放進去 烤它大約三分鐘就可以了 煮它大約三分鐘左右 然後呢 我們不想煮到它太久的 因為呢 它會軟掉一塊塊的 這樣就不好吃了 然後呢 我們立刻預備一碗冷水 將它的麵呢 夾起它 然後呢 就放進冷水裡降溫了 為什麼一定要冷水呢 因為你就這樣夾起它 裝著它 它的餘溫都會繼續煮它的 都會煮到它很軟 但是放進冷水裡 它就可以立刻降溫了 那就一定沒事了 接著呢 我們就做醬汁了 醬汁其實非常簡單的 就是牛油果 不要看牛油果 吃起來好像又軟軟 但其實呢 它是一種非常有營養的食物 它是一種非常有營養的食物 有些說法呢 還說 如果你有一部很厲害的 那些攪拌器 它那個核的營養價值 就更加高 但是呢 我就沒有試過這樣做 因為 那顆核刮了它出來之後呢 我就會拿來種 這一棵就是我種的 牛油果 一顆顆之後 全部放在這裡 然後你就會成為一棵薯仔 好了 今天言歸正傳 不好意思 開了話題 我們將那些牛油果 那些肉 刮出來 那些牛油果 將它切爛它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少許檸檬汁入去 就大約半個檸檬汁 都不用擠到一滴都沒有 不斷擠兩下就算了 擠檸檬汁的時候 用手揉著核子 這樣就不會掉下去了 然後加少許有鹽 還有少許黑椒 除了你喜歡的就是黑椒這樣 醬汁就可以了 好 接著所有東西都準備就緒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它拌在一起 然後上碟 拌在一起之前 其實這個脆肉瓜麵 是可以凍食或者熱吃也可以的 如果你想要熱吃的話 現在就在鍋裡放小碟 加少許橄欖油 把它炒暖 就不用大火 炒暖就可以了 但是呢 現在的現場觀眾 就提議了是凍食的 所以我們就會凍食了 凍食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加少許橄欖油 在這個麵上 其實橄欖油 只要不加太多 其實它就不太肥的 而且是非常有益的 減肥的時候呢 我們都需要少許的脂肪 維持我們生命的需要 這個時候呢 我們加少許的柚鹽 然後我們拌勻它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再加少許的牛油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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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果仁 這樣這個瘦身的蔬菜麵就完成了